公園冒出熊熊大火 農煙不斷往上串 左林右舍聞到農煙 趕緊跑出來查看 結果卻看到大火嚇得趕緊報警 事發在17號晚上9點多 桃園市南平路 移動5樓公寓陷入火海 警銷火爆拉起封鎖線 灌水搶救 不到半小時終於撲滅火事 那我們其中有發現一名患者 救出之後有 沒有呼吸心跳的狀況 那我們馬上就請救護車 把他送醫做急救 原來這裡是出租套房 裡頭用的全市木造隔間 或是一度相當猛烈 就有一名蘇信租客 因為來不及逃生 停喪火窟 而其他三名租客沒有大礙 詳細起火原因 還要等火吊科調查釐清 不過原本要準備入睡的夜晚 變得好不寧靜 也讓附近住戶飽受驚嚇 TVBS新聞林志偉 離路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